反正就這樣咻咻咻 這個也是我剛剛打的 這也是直覺式的 你想得到的 這都是 所以我的那個寫法 就是怎麼寫H每一次都會是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我的邏輯 是看著我的需求 去做出我這個程式的 都是一致的 不會說因為你的每一次每一次 會不會有不同 所以反正你就照著這種 反正套公式 套久了反正 大概慢慢就會清楚了 OK 這裡都好想各位試一下 那如果可以 這個嗎 因為怕說 如果你這裡面 最後輸出不是有很多一個地址對不對 那你地址如果你不清空的話 你回頭 如果再去 丟一個東西 進來給他的話 對 其實這行不寫沒關係 這行不寫沒關係 因為有的時候我會擔心說 可能你又串接 那沒有清空 它串在一起 又會變成很長一串 不過看起來這個地方 對你這問題很好 就是說這行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你不加也沒關係 因為它跑回來之後 有沒有 它又給它一個新的東西 會 如果你沒有這個敘述的話 它就會把它蓋過去 就跟剪貼不一樣 你C 第一次 你在C 前面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上面的敘述有點像是蓋過去了 但是如果 如果有的時候是 程式寫一寫 忘記了說 啊 send 那 你就會把前面都又繼續串了 那就會產生錯誤 好 你這問題非常好 這個地方其實 可以暫時可以不用 為什麼 因為 它 這個地方 是直接把它蓋掉 所以 不清空 也沒關係 OK 所以同學問的問題非常好 應該你平常都有在重新自己打過 所以 比較有 這個每一行每一行 說真的 都要想很久 如果你沒有花時間去思考的話 沒有想說每一行每一行 有的時候為什麼多一行少一行 可能光去想 就會想很久了 有時候斟酌 你沒有問我可能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最好自己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可以跟著你的那個感覺 最好是大概你以後 假如你有那種 已經有那種感覺 有那個feel 可以自己想到什麼 就可以把你的需求變成一鍵完成的話 哇 那你的工作會非常愉快 以後你的工作 就是寫一鍵完成的那個 那個 那種的 就自動化人才 比如說 如果你公司裡面每一件事情 都要花很多人力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一鍵人 一鍵完成的那個 一鍵完成的人 就是 簡稱的話 要這樣 開玩笑 OK 所以 這是需要的 因為現在 尤其是大數據的時代 其實大數據有個概念 就是它的資料來源 絕對都不是非常有規則性的 那不自然有規則性的 就自然沒有辦法一下子完 就是直接放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很多人只會用資料庫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資料庫怎麼辦 但是你又要能夠查詢 那完蛋了 就不行了 OK 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VBA有個優點 它的那個彈性很大 你可以自己快速的去處理一些資料 不見得一定要放在資料庫 所以你如果不是資料庫的資料 又能夠做查詢 我想用Excel VBA 應該是首選 因為我用過其他的那個 像現在很熱門什麼R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東西 光把環境設置好 要開始做 你要頭痛 為什麼 因為它開發環境真的很low 沒有辦法像那個VBA 它能夠直接就是內建在Excel裡面 然後直接又可以去做一點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又可以除錯 然後已經做得非常成熟了 當然各有優缺點 OK 這裏的話想各位試一下 就坐在一起 下次見 發生 我們下次見